男人想杀掉这个女人 他使劲把对方推下天台 就在他摔下去的时候 被打电话的男人看见了 只见他丢下手机向女人冲过去 化身为一整水流圈住女人 之后两人安全落地 女人叫素雅是一位院长 而这个男人则是水神和博 神界的祭司发现了洪水 这代表着神界的新皇即将出现 神界有着天的水三国 水国的国王和博就是皇帝候选人 想要坐上皇位 就要拿到三块神石座的玉玺 才能继位 而他们掉落在了人间 若要继承皇位 和博则要亲自去寻找神石 祭司告诉和博神石的位置 还给了一枚印章 并且凡界还有一位神扑 世代侍奉神明 这个印章就可以唤醒他 然而和博并不在意 自己根本不需要神扑的帮助 这天素雅坐在河边思考人生 看见流星划过 联邦许愿自己报复 不料下一秒 他就被什么东西砸晕了 原来是和博来到了人间 他把素雅放在地上 看见自己下凡忘记穿衣服 于是穿上了素雅的护士服 他想叫醒素雅 于是一巴掌拍对方脑门上 素雅渐渐醒来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和钻石不见了 以为是小偷拿走的 还被和博听见了 刚想去教训素雅低头 看向自己的穿着 还是改天找他算账吧 不久后 他的神扑小胖找到了他 并且和博发现小胖穿了自己的衣服 随后和博命令他和自己换回来 这时和博却发现神石坐标图不见了 小胖让和博使用神力查找 就在和博闭上眼准备查找时 却发现神力尽莫名的消失 当他们准备去找 在人间的模糊帮忙时 发现印章也没有了 小胖此刻有些崩溃 他准备去换一件像样的衣服 并且在走之前告诉博博 千万不要随便命令别人哦 因为这是在凡间没人认识他 和博答应了 就在小胖走后 他感觉自己的神力不应该救 这么消失 缓缓走到喷泉旁边闭上双眼 内心大喊三声 我是和博 就在这时喷泉直冲天际 久久不愿落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也吓坏了赶来的素雅 和博一脸骄傲地捋了捋刘海 看着狂喷不止的泉水 他认为自己的神力终于回来了 书不知 这是工作人员在测试喷泉的好坏 当喷泉落下时 和博发现了对面的素雅 素雅也发现了他 和博准备上前 好好用实力教训一下他 会报刚刚的辱骂之仇 并告诉他自己只是借用 并不是货 可是素雅根本不知道 他说的是衣服 还让他留下姓名和地址 会让仆人上门答谢 和博奇怪地言语 让素雅以为他有神经病 索性转身离去 和博再次问他想要什么 素雅无奈地说自己想要钱 素雅最终确定 他就是个脑残 然后转身要走 和博直接上前一把抓住他 这一幕恰好被素雅同事看到 直接冲上前一把拽开和博的手 可是神这件事 谁听了都感觉 他脑子有点毛病 就在两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男人再次回头 并且给了他一张 精神病医院的名片 不久后 他的神婆小胖找到他 可是他不知道 刚刚的那一期 其实是工作人员 在测试喷泉的好坏 然后他准备施展神力 变起块金子的时候 最后他们只能住进了 充气城堡 第二天 他们乘着农民伯伯的三轮椿 来到了可以联络人间的神门 他们想通过神门 找到奴仆的后代 可是这里一片废墟 没有任何线索 这时素雅赶过来 并说这是自己祖先留下来的 小胖笑了 和博顿时也恍然大悟 原来素雅就是他在人间的仆人 之所以素雅不认识何博 是因为他体内的血液 还没有觉醒 他决定用自己这该死的魅力 征服素雅 素雅顿时反应过来 直接甩开他的手 见素雅不理自己 便让小胖撞上素雅的车 素雅吓得嘴巴都变成了乌星 最终无奈 只好带他们一起离开 然而导航却出现了差错 他们在小路上转了七七四十七圈 直到车子没有油 他们才停了下来 下车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最终小胖牺牲自己跑去加油 他们两人坐在车中 等着小胖回来 素雅问小胖是你什么人 随后两人下车等着小胖 就在这时素雅看到一头野猪 吓得他二话不说 拉着和博就往回跑 野猪见状 直接冲着他们追了过去 于是两人在前面拼命地奔跑 二师兄则在后面拼命地追 好在汽车就在前面 突然车钥匙竟然掉了 素雅想拒解 但是看到玩命的野猪越来越近 最终不要了 好在汽车的后备箱没有关 两人一前一后 赶忙躲到 巨大的冲击力 使得素雅有些害怕 过了片刻 发现外面没了动静 素雅撞着胆子 打开了后备箱 二师兄直接来个回眸一笑 吓得他再次尖叫起 眼看后备箱就要被撞开 突然一声枪响 瞬间外面没了动静 车门也被打开 原来是小胖摆油回 来了 他们从后备箱出来后 问刚刚怎么回事 小胖说 刚刚来了位猎人打跑猪 随后几人开车回到城里 素雅以为何博不会开车 素雅结巴地问他 你没有驾照吗 他说驾照是什么 可以吃吗 这还得了无证驾驶 素雅直接大吼让他停车 何博邪妹一笑 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然后把车停在路边 几人下车后 素雅拿过钥匙 准备丢下他们回家 这时候何博说出了 他们家族为神效命的事情 可是素雅根本不信 何博见这样 还是没有唤醒素雅 决定用最后一招 他迈着帅死人不偿命的步伐 一步步走向素雅 我的妈呀 这也太辣眼睛了吧 就连小胖都不忍直视这场面 也不知过了多久 正当素雅沦陷时 小胖冲上去 扛着何佛就跑 素雅此时还是一脸猛逼的状态 何博想去解释 却被小胖拉并告诉他 你现在过去会被删耳光的 素雅回到家之后 久久不能平 就连照镜子 都会出现他们接吻的画面 另一边的何博可就惨了 因没有地方去 只能再次睡在充气城堡里 第二天 小胖把何博带到了滑板比赛场 求何博参加比赛赢得奖金 这样才能在人间存活 何博本不想参加 但是小胖一直嘟嘟个不停 只好大显伸手了 他看了一眼别人的玩法 便立马心领神会 只因为他是神 然后走到主持人旁边 说他要所有的奖项 然后学着刚刚的参赛选手 直接帅气地接过滑板 朝着比赛场地走去 素雅也赶过来 一番惊艳的操作 惹得观众尖叫声不断 就在这时 何博发现了素雅 素雅为了不让何博 找到自己 直接开溜 谁知何博立马逃离比赛 追了上去 素雅健壮拼命地奔跑 就这样两人你追我跑 素雅跑进一个地下通道 何博感到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群大妈在打太极 殊不知素雅就藏在其中 何博扭的头在查找 演出结束 大妈们大步向前 可是何博站在原地不动 被大妈一顿训斥后 直接被扒了一遍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社交牛逼症吗 然后两人再次回到 重启城堡里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奖金没拿到 奴仆也没找到 小胖抱怨一段时间后 何博准备去找素雅 然后给了小胖素雅的名片 两人根据名片上地址 打了辆车 要开他的车 并说这是他的荣幸 下一秒 两人就这样 被司机丢在了马路上 因失去神力又没钱 只能继续流浪 这时饭店里 一个脏兮兮的胖子在吃饭 殊不知 他也是来自神界的乞丐之神 无意间瞥了眼窗外 看到流浪在人间的河谷 他瞬间呆住了 随后一路跟踪 却被何博发现 为了确定何博是否失去神力 然后何博气得咬牙切齿 知道何博失去神力 并扬言何博 何博马上就要大火临头 然后拔腿就跑 自从被起神做了一口之后 何博就有了饥饿的感觉 他看着对面吃火腿的小男孩 我的妈呀 真香呀 小胖也发现了 虽然说自己没有看 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小男孩 他生气地问 小胖为什么不坐出租车 小胖把钱掏出来 可怜地说不够 无奈地他叹了口气 这时他看到旁边的女人 在看手机 他以为上面的人是五博 与人到站后下车 何博竟然也跟了出去 地铁内的小胖 正在看小男孩吃东西 突然发现旁边的何博不见了 他刚想出去门却关上了 就这样 何博看着小胖 独自坐着地铁走了 这时一个地铁站的 一个精神病患者 发现了何博 他似乎感觉到了 何博是神的身份 然后买了很多食物给何博 何博看见眼前的食物 不断和自己内心做斗争 因为他认为 神是可以不吃饭的 这该死的饥饿感 简直伤到了他神的自尊 可是看见眼前的鸡腿 又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当男人把鸡腿放到他手里时 随后男人拿出手机 拍了张合照 准备发朋友圈 这下总有人相信 自己见到神了吧 然后他又问何博奥特曼 能否拯救世界 可是此时的何博 脑子里只有鸡腿 口水也止不住地往下咽 另一边素雅 正在寻找这个男人 原来他是素雅的精神病患者 这时他看到了 患者发的朋友圈 找到了这里 为了不让何博发现 自己拿着报纸躲在了一旁 此时何博告诉他 天上根本没有奥特曼 男人却问 电视上奥特曼怎么都可以 男人也彻底被激怒 何博缓慢地站起来 走向男人 可是男人根本不信 他得知奥特曼不能拯救世界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便一头跳了河里 他在河里疯狂地挣扎着 素雅看到后却不敢下水 因为他小时候跳河自杀过 对水有一定的恐惧 但是看到患者在河里拼命地呼唤 自己怎么办 怎么办眼看男人就要沉入虎 他管不了那么多 却被何博拦了下来 并告诉素雅拿好自己的鸡腿 千万不能搞丢 然后一个芒子跳入河中 自从他亲吻了这个女人之后 羽人就经常听到一些莫名的声音 先是蚂蚁 然后是橘子 羽人每天都睡不好吃不好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另一边的水神 因被起神了一口之后 便有了神没有的饥饿感 看着小孩吃烤肠 便不自觉地咽口水 就连吃块烧饼 都被他吃出了鸡腿的感觉 真的是吃慢慢香 这时一个乞丐盯上了他 他发现后 赶忙把剩下的烧饼全部塞进嘴里 再把袋子里的烧饼藏在身后 然后转过身 生怕别人给抢走了一样 另一边的素雅 每天靠吃安眠药毒 最终受不了他找到了何伯 何伯告诉他 如果还不接受 自己是神的奴仆的话 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素雅还是不相信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神的存在 可是当他回到办公室 又和仙人掌吵了起 哈哈哈哈 同事真的是往枪口上撞呀 吓得同事又跑回了房间 这时候素雅又开始和仙人掌 吵了起来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怎么跟个神经病似的 为了缓解压力 他参加了同学聚会 不料却遭到同学的羞辱 甚至还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 可是这个女人还对素雅不依不饶 幸好何伯及时出现挡住了他 他告诉女人素雅是自己的奴仆 想要折磨他必须经过自己的允许 女人最终无奈只好离开 何伯看着素雅可怜的模样 脱下衣服 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他们打车来到了一家手机店 为了让素雅报答自己刚刚的搭救之恩 让他给自己买一部手机 随后他把自己寻找五罗的事情告诉他 可是素雅根本不信 然后他们坐在河边的影子上 盯着上面的电子屏幕 等着五罗的出现 他问何伯 既然你是神的 是不是可以变出汽车楼房 还有山川水墓 何伯却说 素雅激动万分 要求他现在就变出来了 何伯说现在不行 因为现在神力进食 就在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五罗的声音 而他正是上界的水帛之时 素雅这才知道 何伯要找的五罗 是大韩民国的女神 回拉 可他并不认为回拉会愿意见他 何伯却说他很乐意见自己 因为自己是他的王 他的君主 素雅有些无奈 只好送何伯去见了回拉 何伯在临走的时候告诉他 只要自己见到五罗恢复神力 就给他便一屋子金子 说完便离开了 此时五罗身为这个世界的明星 正准备化妆拍广告 可是五罗看到他并不是很开心 当何伯走向五罗时 却被保安拦住 任凭他怎么呼唤 五罗都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 继续化着他的妆 何伯忍无可忍 直接和保镖干了起来 可是这几个人类 怎么可能是神的队 时间何伯轻松把几人甩开 毕竟现在的他失去了神力 最终几人合力按住了何伯 这时听到消息的素雅也赶过来 直接冲了上去 终于发挥了他仆人的作用 却不料被保安一巴掌扒了一遍 何伯见状直接爆发 他一步步向着对面的两人走来 此时就连空气都静止了一样 他看了一眼素雅 然后又看向何伯 拉着素雅的手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 素雅看到便和五罗吵了起来 最后给了他张精神医院的名片 拉着何伯便离开了 他问何伯真的想见什么 何伯表示一定要见到 下一秒素雅便扑通了一个神婆的电话 随后何伯就被带到了神婆的面前 可是神婆的这些小技巧 偏偏凡人可 可他面对的是真神何伯 事后何伯非常生气地找到素雅 他觉得素雅就是在玩弄他不信任他 他自己不相信何伯也就算了 居然随便找个人来羞辱自己 这次他彻底地对素雅失望了 大吵一架之后 素雅便离开了 当他下楼时 却被一个蒙面人给挟持了 此时的小胖正在楼下等 何伯一抬头 却看见素雅正在被一个蒙面人推下楼 他赶忙打电话给了何伯 告诉素雅正在和别人打架 这次素雅看着何伯酒 酒说不出话 索性就直接晕过去了 此时的小胖正在为何伯的神力恢复 高兴不已 这次他们终于不用再安慰 然后他们再次回到充气城堡里 小胖把石头塞到何伯手中 让他用神力变成金子 小胖失望地坐在了地上 何伯看向旁边的素雅 此时苏醒的素雅 以为刚刚的一切都是梦 而何伯捏着他的腮帮子 他才彻底苏醒过来 然后他又躺下去 认为这还是梦 直到他听到小胖说的神力怎么又小 诗的时候 他才确信刚刚的一切并不是梦 素雅难以置信发生的一切 吓得他直接撒腿就跑 当他走在路上 回想着何伯化身为龙就自己的场面 他感觉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罪恶感引起 因为他还是不敢相信神的存在 他们成功住进素雅的家里 住进的第一天 就发现有个男人总是在他家徘徊 而这装扮和推素雅下楼的男人一模一样 就连白天的时候 这个男人也是鬼鬼祟祟的出现 这天素雅带着何伯来路边买衣服 但是何伯因为不是名牌 很是不爽 老板得之后便说就你这完美的身材 明星的长相 穿啥都是名牌 何伯这才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随后他们一起吃米线准备回去的时候 何伯再次发现这个诡异的男人 第二天三人出来散心 素雅刚走 这个男人再次出现 他把一瓶水倒进发动机 扭头又看了看身后 随后用扳手把控制法拧开 然后又拧通了车咕噜的螺丝 他这是想用车祸制速压死 可是他不知道这一切 何伯都看在了眼里 而且旁边的摄像头也拍到了一切 他刚想去抓住男人 但是他却停了下来 想到自己上次恢复神力 是在素雅遇到危险的时候 但是素雅安全后 神力又消失了 他想赌一次 这次素雅遇到危险 自己的神力会不会彻底回来 就当他们准备回去时 何伯抢逼要开车 素雅知道他没驾照 让他下来 但是何伯却说自己是神 素雅最终无奈坐到了后排 就在他们走后 男人却暗自窃喜 一路上和国危险驾驶 道路上限速七十 他却直接飙到了一百八十 并且还连环超车 疯狂地嗅着车技 就算遇到红灯 也直接不管不顾 素雅这时候受不了 要求和国减速行驶 就在要减速的时候 却发现刹车失灵了 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车 何伯再一次急转 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 危险一步步逼近 怎么办怎么办 为了避免伤到路人 他把车开进了一个封闭的隧道 小胖也吓得抓紧了扶手 这时候他准备用实力控制车子停下来 可是了几次都没有用 他扭头看向下枯的素颜 最终他的神力还是没有回来 眼看车速越来越快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他急忙打开天窗 让小胖抓紧方向盘 然后他爬出天窗站在车顶 伸出手给素雅 此时的素雅完全处在恐惧中 眼看危险就在眼前 他只能闭着眼相信何伯 何伯一把将素雅拽出车窗 两人站在车顶上 车子离危险越来越近 他一把将素雅抱了起来并告诉 神力终于再次归来 此时素雅还没回过神 就在这时车子发生碰撞导致爆炸 德国一把将素雅护在身前 第二天三人准备找 神石的守护者非联拿回神石 在开门的瞬间素雅下了一击灵 素雅便直接晕了过去 原来这个非联是素雅上学时的前男友 随后他们来到非联的房间 这时候非联直接一个响指 杯中之酒直接脱平而出 来到何伯面前却进不了何伯的身 然后这时候素雅又想要过来 真的是不争气啊 这时候何伯问非联所要神石 可是非联却说 只要何伯能从武罗那里拿到神石 他就将神石交给他 这时候素雅又醒了过来 非联再次和素雅打着招呼武罗的妈呀 又晕了过去 我就想问你来是晕着玩的吗 就连何伯都看不下去 非联更是嘲讽何伯居然会妒忌 可伯却说这是成为王所经历的结案 不久后他们背着素雅离开了 把素雅送回家后 他们又约见了武罗 可是武罗既然说了和非联一样的话 只要非联给他 他便会给 说完就匆忙跑进了车里 此时的非联找到素雅 二话不说 强行把他塞进了车里 恰好这一幕被赶来的何伯看到 非联和何伯打着招呼 随后他便带着素雅离开 何伯着急地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是失去神力的 他怎么可能追上车 此时的非联 正在用神力闪电般地开着车 素雅拿出手机想报警 非联直接一个详指手机 就掉落在地上 几秒钟后 他们来到一个天桥上 素雅下车蹲在地上坐布置 非联则用自己的神力 飞到了天桥的顶端 施展了他呼风唤雨的能力 然后从天桥上飞了下来 给了素雅一瓶红色的药水 并说这瓶药水可以让何伯 忘记寻找神石的事情 事后会让他比马云还有钱 素雅听后有些心动地接过药水 非联笑了 然而下一秒 素雅说 虽然何伯神力时有十分 但失去神力的神依然是神 而此时的何伯正坐着五楼的车 急速赶来 我想说神开车都这么快的 不一会他们就赶到了现场 下车后何伯让素雅过来 正当素雅过去时 非联一个白手 素雅直接飞到十米开外 紧接着地面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痕 然后在一个响指天空蜜语 在神的面前 素雅就是一个蝼蚁的存在 而非联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测试何伯 是不是只有素雅遇到威胁 神力才会回来 然后非联又一个响指 天空中便下起了暴雨 素雅此时到了崩溃的边缘 何伯怒火达到了极致 拳头也紧紧地握住 小胖此时也看不下去 为了继续激怒何伯 非联再次一个响指 遇下得越来越大 由于素雅对水的恐惧 她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小胖非常担心素雅 直接给非联跪了下去 可是同样身为奴仆的她 非联怎么会理睬 眼看素雅越来越危险 何伯的神力此时还没恢复 就当非联准备再次一个响指的时候 非联和五罗瞬间愣住 原来他们在 神界的时候就把神尸搞丢了 眼看事情败露 非联只好收起神殿 素雅脚下的裂缝也在慢慢地愈合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此时素雅也慢慢站了起来 走到非联旁边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 瞬间惊呆了五罗和何国 甩了甩手 又哭着走到何国身边 她看了一眼何国 表情中透露出无助失望和伤心 何伯看着素雅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该说什么 然后走到五罗的车前 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此时何伯又给了非联一拳 到了晚上 素雅来到妈妈的坟前 和妈妈诉说心中的委屈 可是她再也听不到 妈妈安慰的话语 就在她拔着坟头上的草时 当她回到家 却发现何伯正在门口等着自己 两人四目相对 却又不知说些什么 何伯一把拽住素雅的手 并说 听着何伯真诚的话语 成功挽回了素雅受伤的心 然后她握紧素雅的手指 用着最老套的方法 但又适宜的方式 与她达成了约定 当何伯回房间时 想到了素雅 质问她自己的祖先 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世代为神效义 原来在一千两百年前 素雅祖先因犯了错 向神国求饶 何伯的母亲便惩罚她 世世代代都要为神献身 并且每一代只能有一个子女 孩子一旦生下来 母亲就要死去 我想说 祖先犯的错 为什么要让后代来偿还 这也就是素雅 母亲为什么会这么早死去的原因 然而何伯并没打算 告诉素雅这些 第二天素雅一大早去找何伯 想把车还给五罗 何伯却说不用还了 因为这辆车已经过户到素雅了 素雅高兴地开着豪车去上班 并为自己第一次开豪车兴奋 不另一边 何伯再次找到五罗和飞联 他们拿出两块神石 何伯很是气愤 他们把神石搞丢了 并且他们俩还互相指责对方 十三年前 两人因看不惯对方大打出手 不料三块神石同时飞出 分别掉落在了地上 当他们去寻找时 却发现有块神石却消失不见 何伯责怪他们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而飞联却说 你下凡的时候不也把坐标图绑丢了 何伯被对得无话可说 另一边的素雅正准备把神之地给卖掉 可是他不知道神之地一旦卖掉 将会给人间造成多大伤害 并且这个买家也不是人类 而是人类和神的后代名为后人 素雅问他是不是找到另一个神石 守护者猪头 拿到神石就要回去 何伯说如果水伯没有自己将会发生错乱 然后几人开车准备去吃饭 这时素雅的神婆朋友打电话告诉他 引荐一个人给他 几人便来到了神婆这里 神婆拉着素雅到了一边 告诉他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准的大师 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神 不管素雅同不同意直接拉进屋里 神婆向大师介绍了素雅的情况 素雅根本不信 因为他身边就有一个真神 然后起身就要离开 这时候大师直接把他家里的情况说了出来 素雅这次相信了 大师告诉素雅说 他家里来了一个杂神 必须把他赶走你的事业 爱情才会顺通 就在这时何伯走了进来 大师拉开窗帘一看 直接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大师就是上次亲吻何伯的朱祁 人朱祁人结巴地让何伯饶自己一命 趁素雅不注意一把将其推开 慌忙逃了出去 小胖看到后居然没反应过来 直到何伯出来后 两人快速追去 朱祁人疯狂逃跑 神扑突然开门 朱祁人一把推开他 可巧不巧的是 小胖一把将其接住 此时的小胖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妈呀 真是一个大直男 朱祁人拖着他那沉重的身体 拼命逃跑 何伯和小胖在后面紧追不舍 跑到一个楼道里 何伯直接一个弹跳 朱祁人直接一个平安 果然没有神力的何伯还是不行的 谁说胖子体力不行 你看着朱祁人栏杆翻的直接摔在地上 不过神的体质就是好 何伯此时也追了上来 直接一个腾空 人帅也就算 跳楼的姿势都这么帅 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两人再次开启你追我赶的模式 最终朱祁人逃到了一个天台上 而下面就是高楼万丈 何伯此时也追了上来 大喊让他滚过来 可是朱祁人怎么会屈服 然后爬到天台的边缘 直接一跃而下 何伯赶忙上前查看 何伯气得要死要死的 肚子此时也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 肯定是体力消耗得太厉害 然后几人一起来到饭店吃饭 小胖说何伯是因为上次被朱祁人吻了 财恶素雅问你们抓到他打算怎么办 小胖说自然是解除何伯的饥饿感 素雅恍然大悟道 何伯说自己宁愿饿死 也绝不会那样 回到神界自然就可以解除 吃完饭后三人回到车上 素雅向何伯询问飞联的行踪 他想拿回丢在飞联车上卖地的合同 何伯说不用去拿了 然后拿出四成七八半的合同给了素雅 素雅非常气愤地对着何伯大吼着 因为他不知道 这卖地的钱对素雅有多么重要 何伯说卖什么都可以 神的土地不能卖 素雅生气地下车离开 就当他准备过马路时 一辆飞速行驶的大卡车直面撞来 等到何伯赶到时 却发现素雅消失不见了 他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就在他转头的瞬间 发现了对面的飞联正抱着素雅 原来是飞联用神力救了素雅一命 飞联把素雅放下后 此时素雅还在为何伯撕毁合同的事生 气然后打了辆车找到后翼 他拿着撕毁的合同 希望他能签字 后翼知道素雅肯定遇到了难处 但是由于印章在公司 所以只能明天才能签约 随后素雅和后翼一起修剪数目 另一边何伯和武罗来到了神之门 调查当年诸童和神石消失的原因 不料却发现一块带血的石头 武罗拿到手中用神力板支持人类的血 而人类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神之地净化 奇怪的是这摊血却完好无损 他们猜测这摊血肯定与神族有关 但是神又不会流血 为了得知真相 他们找到砸神朱祁 而他们说的 那个人便是具有毁灭力量的半人半神 2600年前大祭祀给他们讲过 由于神都是自然诞生的无父无母 有的神为了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便和人类结合 生下的孩子同时拥有神和人类共性 他会像人类母亲一样生老病死 也会像父神一样不老不死 是一个循环永生的存在 而他的力量是具有毁灭性的 陈志威 非连问大祭司他和何博 到底谁强谁弱 大祭司也无法回答出 另一边 后裔正在和一个盲人小女孩一起重发 就当后裔准备去接电话时 小女孩却大声哭喊了起来 说自己手臂上有一个虫子 后裔看到后 立马上前一巴掌拍飞虫 然后紧紧地将女孩搂入怀中安 就在他们走后 笼子却自燃了起来 这天 五罗带着何博到后裔的酒店来用餐时 后裔迎面走来和他们打个招呼 这时候何博注意到了后裔 他就是大祭司口中的拜人拜神 五罗给他们介绍彼此 而当后裔伸出手和何博打招呼时 何博看了看他的手 并没有打算搭理他的意思 场面瞬间极度尴尬 后裔微微一笑转身离去 正好正是素雅走了进来 后裔便和素雅闲聊了几句 何博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 便一脸生气地走了过去 来到后裔面前 素雅刚想说什么 何博抬手打断了他 然后上前一步凑到后裔的耳边 然后何博从怀中拿出那块带血的石头 质问他这上面是不是他的血 后裔很是惊讶 场面一度紧张 幸好这时五罗走了过来 化解了正紧张的气 分后裔也借此离开 何博将这件事告诉了五罗和菲莲 他们都为此感到惊讶万分 真是该打 这时候五罗斥责何国 为什么在自己没有神力的时候拆穿他 这样很是危险 可何博却说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露出真面 而他很有可能与神势的失踪有关 男人一个响指这辆车自动旋转方向盘 紧接着在一个响指 由门加到120码 直面撞向对面的男人 后裔看到后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而他们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测试后裔到底是不是办事 就在要撞上的时候 五罗使用自己的神力改变了车的方向 因为他怕错杀了一个人 这时后裔也发现了他 这个男版李宇春和后裔对视一下 便潇洒地离开了 五罗将刚刚的事情告诉了何博 何博知道后便让五罗约后裔见一面 另一边 小胖蹬着他的游艇正在向神婆游娶 自从上次那场邂逅过后 神婆便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小胖 虽然小胖有点不愿意 但是谁让神婆比较强势呢 直接霸王硬上钩 与此同时何博如约见到了后裔 他发现后裔胸口有什么东西 然后一把将他的衣服撕开 哇塞好暴力啊 果然身上有一团火的标记 显然后裔不喜欢这么暴力的何博 何博质问 为什么诸童的标志会在你身上 后裔一把抓住何博的手臂 何博说诸童的标志是地球的象征 就算你得到这个标志 你也不可能成为地球的神 就在后裔准备教训一下何博的时候 五罗使用自己的神力将他拽了回来 他不想没有神力的何博在后裔面前使 这是一个盲人小女孩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后裔看到后赶忙上前安慰着他 原来这个小女孩父母便是被后裔黑暗力量无杀 所以他一直自责不已 便收养了这个小女孩 五罗看穿了这一切 第二天他们用小女孩要挟后裔剑影 但是并没有伤害他 等到后裔赶到时 小女孩已经回家了 飞连质问后裔 朱童的标志为何会在他的身上 后裔为了他们不再纠缠自己 便交代 原来在他刚离开神界的时候 突然电闪雷鸣 紧接着朱童便扑向自己 不料却被一道天雷击中 标识也莫名地跑到自己身上 当时害怕极了 便没有管不醒人事的朱童便跑掉了 他们听到后 对后裔的做法非常气氛不足 另一边和博穿着花不溜秋的衣服来接触 他看向对面的素雅 正拿着笔看着什么 他瞬间愣住了 因为地图中有闪烁的坐标 他赶忙跑到素雅旁边 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地图 而这个地图正是他遗失的神石坐标图 原来在他下凡的时候 与素雅撞在一起 坐标图因此藏进了素雅的雨中 他们根据坐标位置寻找神石 却发现一个男人在挖着什么 和博大声训斥着他 当男人转过头看着他时 和博愣住 因为这个男人正是他们一起 寻找的神石守护者猪童 这天他见了自己的情敌素雅 他便用自己神的身份来给他施压 可是素雅根本不鸟他 五罗气得说不出话 看到五罗吃鳖 惹得飞连一直忍不住想笑 随后几人一起等着猪童醒来 这期间 暴躁的五罗又把他们训斥了一遍 另一边后裔在花园施展自己的神力 可是当他碰到花的时候 花朵瞬间枯萎了 他很是难过 因为他的神力是具有毁灭力量的 恰好这一幕被子叶看到 他吓得赶忙跑掉了 可是后裔已经发现了他 身为人类的他 怎么可能相信刚刚看到的一幕 他以为自己一定是眼花导致的 然后找到后裔质问 把刚刚看到的一幕说了出来 后裔以为他看穿了自己 就在准备要杀了他的时候 愚蠢的想法 这才保住了自己的命 可是后裔一时之间 控制不住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让子叶发现 一把将他从身后抱住 可是子叶此事有些想多了 等到他控制住自己神力之后 便一把将他推开 然后便让子叶赶快离开 而此时子叶还没反应过来 便呆呆地走掉了 这时朱启仁找到了后裔 原来两人在神界就是老乡时 朱启仁把何伯发现他的事告诉了他 就在朱启仁要走的时候 后裔叫住了他 并询问了有关素雅的事情 另一边的素雅 正在和何伯一起散步 看到几个小朋友在玩荡秋千 赶忙上前指导他们 秋千不是这样玩的 说着便自己掩饰了起来 先这样旋转转几圈 然后再慢慢地解开 然而下一秒 这一幕恰好被后裔看到 初起人猜测素雅就是神的奴子 后裔听到很是震惊 第二天 秘书通知他要开关于土地收购的会 这时他猛然想起素雅的地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神志们 所以赶忙开车来到了神志们 下车后看着这熟悉的一切 想起了当晚就是从这里逃出来 并且还受了很大的创伤流了鲜血 他上前去寻找当晚流血的石头 才确定何伯拿的那块带洗 石头是自己的 那这里一定就是神之门 他想起了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因为这块地就是他被神抛弃的地 他笑了 但是笑声中包含了对神界的不满 突然被一个拳头打倒在地 原来是飞联 得知后裔要买神之门的事情 太大了他质问后裔 是不是早知道神之门的事情 特意去接近了素娘 后裔说自己并不知情 可是飞联并不相信他的话 于是他说了一些狠话 因神的力量是拯救 自己的力量是毁灭 他要毁灭神伯 并输诸童的事也是自己做 甚至嘲笑飞联 他们拿他无可耐的 然后便愤怒地离开 飞联将这件事告诉了何伯 何伯想到之前素亚说的话 便告诉他素亚卖地是自己受益 飞联听到后气愤不已 则骂他因为人间的女人 将神之门抛弃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得知素亚在和后裔见面 便让何伯去看一眼 他的女人现在在做什么 而此时的素亚 正在和后裔讨论土地的事情 殊不知这一切 已经被何伯看在眼里 他有些伤心不已 当后裔走出门后 看到了何伯 他一步步走向何伯 并且告诉他 自己对神之门没有兴趣 自己要的是素亚 并且自己一定会抢走素亚 因为人间是他的底盘 何伯早晚会离开这里 当素亚出来后 并没有看到何伯 于是拿起手机 拨通何伯的电话 何伯看着素亚打来的电话 却迟迟没有接 不久后五罗打来了电话 何伯并没多开心 因为诸童的醒来 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回归神剑 恢复记忆的诸童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然后拿出了第三块神石 何伯缓慢地接过神石 在这一刻 三块神石终于集齐了 五罗很是高兴 但是何伯却一副 郁郁寡欢的模样 在送何伯回家的路上 何伯却一言不发 而诸童一直在挑衅五罗 说他和菲连是夫妻俩 气得五罗直接一个脚 当家急刹车 气得五罗差点没喘上来气 不久后 何伯带着诸童来到了素亚家里 何伯想去敲素亚的门 却发现灯突然熄灭了 何伯在门口想了很久很久 素亚在房间也辗转反侧睡不着 第二天何伯见到了素亚 两人只是简单地问候一下 便匆忙地离开了 随后何伯走在路边散心 看到了一个捡垃圾的老人 费力地拉着车子 他想去帮忙 但是又介于自己神的身份 然后昂着头假装超过老人 随后又缓慢地停了下来 低头又看了看老人的车子 这该死的傲娇感 再一次昂着头保持高傲的总长 慢慢地弯下了腰 伸出一根手指去触摸车子 实惊地点了一下还是有 点放不下神的身份 然后他准备再次尝试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 老人回头给他说了声谢谢 他点头回应着 这一刻他心里竟有着莫名的高兴感 不久后他完全放开了自我 主动帮老人拉着车 而老人在一旁捡着垃圾 他看到后赶忙放下车子 撸起了袖子帮着老人捡起了纸 不一会两人就满载而归 满满一车的纸壳 他们把纸壳给卖掉换了一些钱 并且拿了一部分给了何博 这让何博很是意外 老人见他不收便把钱塞到了他手上 并且还说这是你第一次赚钱吧 记得给父母买一份礼物 拿着钱的何博走在路上 路过一个路边摊有人在卖杯 他想到了素雅使用的那个缺口杯子 于是想用刚赚的钱买下杯 不料老板却说这钱不够 于是他心生一计 就是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容貌和身材 给老板当起了模特 就这样成功换取一个杯子 而路边摊也贴着他的照片当宣传照 然后他把杯子拿给了素雅 素雅看到后很是开心 何博这时一脸傲娇地说 当他把杯子拿出来时 我却还是个情侣杯 并且还幼稚地给他们起了名字 素雅听到后又好笑又感动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素雅问他是不是又问小胖要的钱 何博说自己刚刚打了两份公赚的钱 说完还拿出手机给素雅看了照片 我想说谁给拍的照 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当模特的照 骗素雅得知后很是感动 到了晚上后一约素雅看病 等了很久后一都没来 何博打来 他电话问他怎么还不回家 素雅说自己等一个病人 就在这时后一醉醺醺醺地走了进来 素雅惊讶地叫了声后一便挂断了电话 何博知道后一去找了素雅 内心很是不爽 问小胖要了钱准备去医院找素雅 素雅将后一扶到沙发上 却发现后一发烧了 由于喝了酒不能吃退烧药 于是脱掉他的外套准备给他物理降温 就在这时后一一把抓住他的时候 一个反身将他压在身后 失去理智的他将素雅当成了何博 素雅叫了声后一吼便清醒了过来 并且给素雅道了歉 素雅发现他手臂伤口正在快速愈合 后一刚想解释什么 就在这时何博闯了进来 看见这不忍直视的一幕 气愤的他上去就给后一一拳 当他想打第二拳的时候 后一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两人都恶狠狠地仇视着对方 后一再次给素雅到了生前便离开了 素雅刚想去追后一 却被何博一把攥住他的手 两人大吵了一架 素雅想跟何博解释 又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根本没有必要做任何解释 于是一个人便伤心地跑了出去 就这样素雅在雨中走了很久很久 他很是伤心 何博不相信自己 无处可去的他来到了神婆这里 第二天素雅回来时 却发现何博在这里等了他一晚上 原来当时想回去的他 却发现门没有办法锁上 于是他就在诊所待了一晚上 何博向素雅诉说了心中的感情 他希望素雅能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但是素雅拒绝了 他虽然爱何博 但是何博马上就要回归神界了 这样的感情又有何意义呢 第二天 何博想起昨晚素雅拒绝自己的事情 感觉很是丢人 这多年 这让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委屈 于是找到菲莲一起喝酒 所谓一醉解千仇 一杯杯喝感觉不过瘾 索性直接对瓶吹 菲莲从没见过这样的何博 于是用手机给录了下来 不久后就开始和垃圾桶聊了天 这是几个小混混来挑衅他 威廉继续平静地拍视频 不久后战争一触即发 菲莲看到何博吃憋 忍不住想笑 失去神力的何博 很快就被几个混混按倒在地 只见菲莲一个响指 用神力控制着手机 然后帅气地走了过去 很快几个小混混就被打倒在地 何博则在一旁鼓掌示好 随后菲莲将喝醉的何博 丢给了素雅 便走掉 当上楼时一不小心绊倒了何博 直接把素雅压在了身下 素雅想把何博从自己身上一下去 奈何何博比较重愣是没有成功 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挣脱开来 回去的菲莲将视频给了五博看 当他看到醉酒的何博 他非常不理解不明白 何博宁愿留在凡间 做这些无聊的使戒 不愿意回到神界 第二天何博带着素雅去超市买菜 两人回到家一起坐着寿司 另一边五博再次翻看着视频 发现了何博不愿离开人间的原因 五博气愤地开着车来到素雅的家里 上来就对素雅一顿嘲讽 然后拉着素雅消失在时空中 原来素雅的祖先勒宾 是人类献祭给何博的记忆 不料何博很快爱上了这个女人 为了能得到永生 他背叛了何博 水王母知道后 便下令处死了勒宾 因何博最痛恨背叛他的人 所以便没有替勒宾求饶 皇后因此并没有解气 便把剩下的罪孽 加到了勒宾的弟弟和孩子身上 而弟弟为了活命 承诺世代代都将为神的母扑 五罗告诉素雅 希望他能离开何博 因为他不希望何博历史重演 当素雅回来后 埋怨何博 为什么当时没有替勒宾说一句话 何博听到后 却生气地摔门而出 而素雅做的这一切 只是不想连累何博 让何博早日飞升神界 望着何博离去的身影 他哭了 第二天他们几人一起吃着早餐 何博将手机还给了素雅 并且还告诉他 衣服还有书籍之类的 让素雅自己看着处理 小胖突然意识到何博要离开 此时素雅眼泪也在眼圈打转 何博让小胖先离开下 等小胖走后 他知道素雅昨天 是为了让自己离开 才说的那些话 可是自己还是忍不住伤心 然后何博起身决定现在离开 素雅想要去送何博 但是被何博拒绝了 因为他怕自己会在最后舍不得离开 何博离开后 素雅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喜欢何博 但是却强忍着没有说 他怕自己的爱会拖累何博 看着何博离去的背影 只能昂头不让泪水流出 何博和小胖两人抵达神门 小胖先走了进去 何博回头望向素雅家的方向 他不知道这次离别是不是永远 随后也消失在神门中 自从何博离开后 素雅努力让自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他让自己非常开心 甚至还要打算去相亲 所有人认为他现在过得很好 可是他骗不了自己 他还在想念着何博 甚至看见被何博抱过的网友 都要买回家 看着何博用过的杯子 坐着何博睡过的床 看着何博看过的书 泪水不自觉打湿了书本 在这一刻他终于忍不住 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愫 在一点点占据着他的心房 甚至在上班的时候 都会幻想着何博在和自己说话 可是一转眼何博又消失了 另一边紫叶听后裔的秘书讲 后裔喜欢的是素雅并不是他 于是非常生气地打电话告诉他爷爷 撤掉素雅的诊所 第二天管理局的人就开始来搬东西 就在这时精神病患者 马凤烈出现 并大声呵斥他们不要动 见他们不听话 直接就给他们干了起来 就是这个相信世界上 有奥特曼的患者 来伸张正义来了 不久后他们就被关进了警局 素雅努力地为马凤烈便紧着 但是毫无作用 最终还是后裔来警局解决了这一切 后裔准备送素雅回去 但是被他拒绝了 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了很远的路 这时候一打电话问他 到家了吗 两人聊着天 殊不知后裔一直在他身后守护着他 就在素雅转弯处 看到前面的一幕 瞬间愣住了 手机也不自觉掉落在了地上 只见前面一个男人 靠在墙上 整着他下班 素雅看着何伯给自己准备的早饭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可是嘴硬的何伯说 是因为自己饿了 素雅假装说不是给我做的 那我还是睡觉吧 何伯立马停止了动作 素雅接着说 自己本身就不吃早餐 一堵骨色素也骨强 看到牙签上的扑克斯年代 最终素雅投降了 不一会一桌丰盛的早餐就做好了 貌似这早餐比晚餐还丰盛 然后两人坐了下来 看着满桌都是为自己准备的饭菜 素雅感动得有些响哭 何伯健壮 拿起勺子 亲手放在素雅的手上 然后一脸深情地说 快吃吧 素雅乖巧地点着头 就在这时门铃声响了起来 原来是后裔给素雅送钥匙来了 可是又不能将人拒之门外 于是何伯说 在我家早上只吃早餐不喝茶 他以为后裔会知难而退 结果就这样一场男人之间的斗争开始 后裔夸赞着素雅手艺真好 何伯说是自己做的 这个女人一根手指都没有碰 后裔意味深长地说是吗 为了让后裔放弃素雅 便说了很多素雅的缺点 后裔知道何伯的用语 但是自己怎么能输呢 于是将自己是诊所谋主的事情告诉素雅 雅素雅高兴地叫了出来 看到素雅这么开心的样 果然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幼稚鬼 吃完饭后两人坐了下来 何伯让素雅端两杯茶水过来 不一会素雅过来后 何伯看着茶杯说 素雅说要不今天就用这个吧 何伯尴尬地说 你喜欢的话我就用这个 搞得素雅一脸猛逼 然后两人喝起了茶 因何伯说 不过后裔便产说自己是王 后裔说自己有钱 并让何伯看看在人间 是钱重要还是王重要 在临走之时 后裔邀请素雅 明天一定要来自己的农场 何伯听到后不让素雅去 这时后裔将违约金的事情提了出来 必须要尽快赚钱 才能解除合约关系 说完便匆忙离开了 何伯得知素雅 是因为违约金才和后裔走在一起 于是拨打了五罗的电话借钱 结果五罗直接给挂断了电话 又打电话给了飞联 飞联又被拒绝了 第二天他们来到后裔的农场 何伯帮着素雅干着农活 并且素雅说 他是以皇帝的工资来干活 后裔问他 给自己订的一天工资是多少 素雅不好意思地说 并且还要去掉剩下的违约金 你还要再到找钱给他 后裔笑了 我也笑了 然后后裔帮着何伯一起干起了农活 并且还告诉他人和神不一样 人的一生都非常孤苦 何伯听到后很是心疼素雅 当素雅来给他送水 为了让素雅体验下自己无处安放的魅力 便将水倒在了自己的 他问素雅这样是不是很性感 素雅笑了 随后便帮着何伯擦干头发 而刚刚的一幕 后裔都看在眼里 他知道素雅喜欢何伯 但是奈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下班后 他们走在回家路上 他们约定好明天还去农场干活 这时发现五罗穿着一袭红裙来找何伯 并说自己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所以自己才会穿得这么隆重 何伯猜到了 当五罗将情帖放在何伯手上 说第六次红讯已经到了 何伯必须要回神界 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提醒了何伯 不要忘记不回神界的后果 女孩站在天桥上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他的父亲发现了这一幕 但是女孩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 父亲大声呼喊着跑过去 但是为时已晚 不会游泳的父亲冲入湖底 拼命游向自己的女儿 最终一把将她抓住 然后游到女儿的脚下 双手托住她的双脚 使出浑身的力气将女儿推向湖面 关键时刻女儿苏醒了过来 她拼命地游出水面 父亲看着醒悟的女儿身体缓缓下沉 父亲就此闭上了双眼 最终也没有和女儿说上一句话 而她的手势还停留在救女儿的那一刻 素雅回想起这一切内心悲痛万分 因为在她脑海中一直是自己游上来的 找了这么多年的父亲 竟然是为了救自己而死 这让素雅如何能接受 可是父亲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唤 她抓住何伯的裤脚 希望能救救她父亲 何伯蹲下来告诉她 以死之人是救不活的 素雅听到后悲痛万分 她感觉是自己杀了父亲 她站了起来准备跳入湖中 将父亲救出 但是被何伯一把拉住 因为就连何伯都没有办法将她 父亲拉起来 何况她一个人类 何伯将素雅紧紧地拥入怀中 因为知道这将是她一辈子的阴影 另一边诸童告诉菲连 他们素雅的父亲 怎么都拉不起来 这让他们很是不解 而之所以她父亲形体 保持得这么完好 是因为她身上有神的文章 但是又不敢将文章拿走 怕文章拿走的瞬间 是体直接会破碎掉 何伯将素雅哄睡之后 想起了她之前说过的话 按下了一个决定 就是用自己回神界的神力 帮助素雅 而代价就是自己会魂飞魄散 她在世间的所有痕迹 也将会消失 第二天菲连等人找到何伯 他们知道 何伯肯定会牺牲自己 来帮助素雅 普罗训斥着何伯 不能放任自己不回神界 也不能眼看着她 登不上王而纪念 大家一起劝说何伯 放弃不回神界的想法 素雅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坚决不同意何伯 为了父亲毁掉自己 她哭泣着告诉何伯 就让父亲永远安息在湖底吧 他们再次来到湖边 准备和父亲做最后一次道别 何伯向素雅深情表白 一把搂住她吻了起来 突然她感觉何伯的吻有些不对劲 原来何伯刚刚用接吻的方式 把神力传到自己身上 素雅得知后悲痛不已 因为何伯知道她回归神界后 素雅一定会跳入湖中 永远地陪着父亲 然后何伯带着素雅潜入湖底 素雅终于见到了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 神力都没有办法将父亲身体一动 而素雅轻轻用力便将父亲拉了起来 这也许就是亲情的力量吧 将父亲成功带回陆地后 便和母亲埋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五罗他们出现 诸童告诉素雅 神的文章可以满足奴仆的一个愿望 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愿望让何伯 神界诸童将文章递到素雅的手上 就在准备启动文章时 大祭司突然到来阻止了他们 并且问素雅 真的要将这一次愿望用在何伯身上吗 古罗说如果不许愿 何伯就回不了神界 大祭司说完成任务为什么回不去 完成任务就要回去 这时候何伯才反应过来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对他的考验 其实就是要他明白 如果一个神连救一个人的能力也没有 如何会拯救苍生呢 何伯可以回神界了 大祭司让素雅把文章的力量 用在更珍贵的愿望上 然后便匆忙地离开了 诸童开启了文章的力量 素雅许愿他想让何伯陪自己这一世 直到自己死去 再回神界做一个好的皇帝 何伯高兴地抱住了素雅 但是在这之前 他还是要回一趟神界 必须要先继位皇位再归来 随后便和大祭司一同消失在人间 时光飞逝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武罗和飞联也走到了一起 但迟迟不见何伯身影 这天晚上素雅回家时 突然看到一个男人在门口等着自己 而他正是消失已久的何伯 他开心地笑了 一步步走向对面心爱的男人 何伯告诉他 由于继位过程太复杂 所以迟了线 素雅笑着走上前 一把抱住这个让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